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娘惹辣椒炒肉的做法 Babi Jiri Garam 首先准备大约500克的五花肉 先把它切成薄片 再把它切成小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加入两勺酱油 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 接下来准备大约4根红辣椒 先把它切开 再把辣椒纸去掉 然后把它切成小段 准备5斑大蒜 对半切开 7粒红葱头对半切开 接下来把辣椒大蒜红葱头一起中碎 像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倒入少许油 油热之后放入五花肉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 把五花肉炒至完全的变色 炒至微浇出油 然后把它取出来 沥干油分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 再加入一点油 放入中碎的辣椒泥 用小火翻炒均匀 炒至辣椒变干变香 这个过程需要大约15分钟左右 然后再加入两茶匙的盐 翻炒均匀 最后再放入炒香的五花肉 用大火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巴米吉利garam就做好啦 这样做的五花肉咸香入味 看起来很辣 其实一点都不辣 超级的好吃 记得准备多两碗米饭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